端午假節快要到了 那麼台鐵開始賣預售票 一分鐘就賣出六萬張 而且熱門時段已經全部完售了 不只台灣 大陸的端午假期也是搶票 而且要全家出動才能夠有一張票 所以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端午假期只要有家人回來 你一定要好臉色 為什麼 他回家很不容易 我們問一下施聰 沒錯 像我們這種出門在外的 這個遊子來說的話 每一次大概過年佳節或是有 這個節日的時候都很希望回到家 但是怎麼回家就變成是個難題 尤其是住在花東的 我們的觀眾朋友來說 所以你看端午節的台鐵 開放這個買票的時候 一分鐘就已經賣出了六萬多張 尤其是花東的熱門的時段 或是西部的熱門的時段的話 很多都已經位置早已經沒了 大家都搶票搶得很辛苦 可是我們大家覺得 搶得很辛苦的時候 對岸的民眾說等一等 你們那個算什麼 我們搶票才是困難好嗎 我記得那部電影 人在窘途 對 回到家多困難 真的 他說你們算什麼 而且你知道 端午節也是小Case 我們春運的時候很誇張很誇張 你知道我們春運 春運的時候 中國這一次有40天的春運 他共運了30億人次 你就知道說這個數量是龐大 有人說大陸的春運 是地表上的人口移動最大規模 對 沒錯 那你知道嗎 事實上很多人就說 我在春運的時候 我15個小時連續刷清10萬次 我也搶不到票 你就知道說10萬次 他這樣一直刷新 很誇張很誇張的數字 讓我們講 不只一般人搶不到票 連大明星你的沒位置坐 你看這是誰 這個是吳京 吳京他在中國道這兩年的話 影片真的賣到翻掉 包括流浪地球還有戰狼2 是中國道票房最高的男明星 結果沒想到 他要回家也沒位置坐 尤其是最熱門的廣州道長沙這個票 熱門到不行 你幾乎是買不到票 你看他只能夠自備的這個椅 小塑膠椅坐在這個車廂門口 他還自嘲說真的 連我要買到票都很不容易 這個大明星買票很不容易 但是對嫩妹來說沒有這個問題 嫩妹為什麼 你看 為什麼 有一個這個廣州90後的正妹 因為他買不到票 買到票的時候 就在微博上面PO一個撒嬌文 就是說希望我回不了家 那希望大家能夠幫幫我 哪位英雄歐爸可以幫我一下 你這樣講人家沒有辦法感受 他是用什麼語氣搶掉票的 他是這樣講 憶憶 為什麼 人家總是搶不到火車票 OK 人家為什麼總是搶不到火車票 因為我們沒辦法 多少人 後來多少人給他票 當然馬上四千人關注 然後七千 七百個人展開火線救援行動 結果沒多久的時候兩分鐘之內 就送上了八張票 八張耶 不過坦白講 這也不是我們的模仿 看一下人家顏值好不好 我們只能說人正真好 這是美人跟這些真妹 才會有這樣的待遇 我不用 他要感激涕零 而且他說我一定種蟹你 當面種蟹你 所以這個蟹不知道有多種 OK 沒錯 好 那我們講到說 這個是你沒有這樣的顏值 那沒辦法 那你只能靠什麼 靠親友幫忙 你知道在大陸 美國大陸他們在搶票的時候 他們還會販賣一個叫做加速包 加速包是什麼 也就是說你一搶票的時候 如果你有很多個加速包的話 你搶到的機率 速度 速度會加快 為什麼這個加速包可以這樣 通常你這個加速包 他可能有的是用企業網路 就是說你有更多這個加速包 錢進來的時候 他可以用企業網路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以更新刷那個頁面的速度 所以那個加速包是這樣用的 那要花錢嗎 要花錢 一個加速包的話兩塊人民幣 所以在網路上 如果你在村運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買很多加速包 讓你加速去買 那甚至還有什麼 甚至還有全家總動員 在遠鄉的孩子要回家 過年回家 風裡雨裡搶票靠你 也就是說舅舅孩子 把寶貝們幫我點一下好嗎 全家出動 因為有些是要這個 譬如說親友幫你買的 你還自己不能夠買 你自己有一個限額 親友在幫你搶購 甚至還有全鄉大家一起在點 點這個加速包 去貫注譬如說美人 你要回鄉 我們關注給你 希望你能夠在這一次的 搶票的這個風雨裡面 能夠搶到一張票 那大陸的搶票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村運 很多票都要搶 我覺得演唱會 你知道最近大陸的音樂 非常的流行 有一個叫吳亦凡 吳亦凡大家應該很了解 我跟你講 他我最喜歡 他原來是韓團 他是EXO的韓團 他本來是加拿大級 到EXO韓團回來 後來到美國 在中國大陸 他最近他連續到三場演唱會 從420 515到525 三場分別在北京 這個南京 重慶 偏偏有一場511那一場 在北京的時候 很流行 大家就開始去搶票 封票 搶到有個網友說 我找到了 我好不能搶到吳亦凡的 拍誰 角落上寫的是汪峰的 買錯票了 我跟你講 大家因為拿搶到吳亦凡 大家覺得說 這個眼淚痛哭流涕 一講到汪峰 你這樣子講 汪峰會不會告你 我剛才講不是這樣 因為吳亦凡是嘻哈的 汪峰是另外一個歌手 其實兩個是不同的飾演 我覺得吳亦凡其實他 我看他參加59屆瓜米獎 還有跟馮迪索拍MV 你發覺還有 這個到周星馳導演的 所謂的西遊記扶妖 那一竿裡面 他扮演唐商戰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各種角色都有 我看見他代言大概有十幾個 他說搶不到怎麼辦 沒辦法 那怎麼辦 就沒辦法 為什麼 那個時候很多黃牛去排隊 所以都排不到 這是第一個例子 這個是演唱會 曾經IKEA IKEA是大家只知道 這組合性的家具 對不起 他最近做出一個棚模型出來 他找出八款叫做Off-White的 也意思說我這個白色的地毯 我即將要什麼 絕版 美人你知道嗎 他找世界八位設計師 共同來聯合做這個地毯 大家就覺得說 而且這個地方只有在什麼 上海跟北京兩個IKEA IKEA才有買得到 限量限地 限量限地 而且你可能還要去抽籤了 早上8點 9點 你要靠抽籤 抽籤還要再去什麼 真的抽到才可能 所以大家叫做排隊 排二十個 貴不貴 不貴 大概是9200塊的台幣 但是網路上講 因為它是限量版 世界限量版 轉手一個地毯可以什麼 賺5萬 你看9200塊台幣 但換算起來 它轉手出去可以賺5萬 這值得搶一下 值得搶 所以叫它變成什麼 世界奇觀 IKEA什麼時候 變成一個世界奇觀 而且那個地方 上海跟北京的地方變成一個景點 大家去拍這景點 一照早就去拍了 所以這是一個搶 等於說是搶一個限量版的東西 大家也封了 還有一個第三次 另外一個雲南的 有一個叫玉龍山 麗江的地區 它是5A級的旅遊地區 4000米的所謂的海拔高度 它是純中國裡面的大雪山 最漂亮的 好 那你知道嗎 大家就蜂擁了什麼導遊 什麼旅行社開始去封 封這個地方 但是美兒你看到嗎 它這個地方 第一個 它是一個鎖道裡面 它閘門要開 閘門開 但是閘門還沒有開的時候 演了一部什麼 師宿列車 怎麼了 很多殭屍爬進去什麼 不是殭屍 是真正的想去大雪山的人 像殭屍一樣的蜂擁而過去 不得了了 然後這個閘道 那個閘道非常小 這樣子很危險 你看 它閘道一開了 你看整個人鑽進去了 一直鑽一直鑽 然後這個大陸叫做喪屍 好像一個屍體一樣 而且他們穿的 羽絨衣還都一樣的 不是 他們是黃牛 或是說導遊 然後大部分都是導遊先去搶 他們先去搶票 先去搶票 搶票 那砸到口慢慢賣 轉手就可以賣 轉手可以賣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 一個景點裡面變成封 也是封一個景點的票 對 問一下這個惟宗老師 聽說你也搶過票 你知道我是周杰倫的粉絲 迷他迷到非常的徹底 那本身來說 追他也是追全球的 有時候北京上海 買不到票非常遺憾 包括在美國也是一票難求 最近在英國也是轟動 為了買他的票 到處找到處找不到的人 很煩惱 因為聽他的歌聽到 已經被洗腦受不了了 每一首歌都非常的感動 那有時候因緣際會 你知道吧 其實貴人就在你旁邊 我認識一個 我在園區還有一點小小的人脈 一個叫小鐘 小鐘也是歌手也是非常強的 他的正好有個親戚 是他的工作室的總監 於是說老師你跟我講就好了 沒聽見面這小事 你跟我講就好了 於是我到香港就拜託他 一句話一通電話 就給我四個位置 我真是 我真是 你這樣出賣你的人脈以後 他電話接不完 把他剪掉消音就好了 因為我們上天是講真實性 去之後又多兩個位置 因為我深圳 你也知道我這個愛交有錢的朋友 沒什麼格調 就把兩個位置讓給我深圳的朋友去 他說沒有 謝謝你 他到了還幫我訂飯店 我以為是普通飯店 因為香港人多 那個飯店都很小 你知道嗎 後來他給我飯店的鑰匙跟地址 我去嚇一跳 總統套房 你用兩張票換一個總統套房 我是何德何仁啊我 總統套房 當了一天總統 真的是哭了 他是兩房一聽 還有衛浴 什麼都有 寸土寸進的香港 你不要流淚好不好 那就喜極而泣 我怎麼會有這麼多好朋友呢 後來我就乾脆就是去現場之後 周杰倫他們想叫我現場的 鍍麥克風叫我唱他的歌 你知道嗎 我說我不敢 因為我五音不全話 怕毀了粉絲的形象 可是我加碼 你知道嗎 叫他幫我一定要拿 那個周杰倫的簽名 所以我就帶了這個T恤去 有沒有 簽了三件 然後再跟他合照 之後再影印附上去 就從裡面獨賣了 然後再送我朋友一件 跟我在一起哭啊 哭啊 真的太感動了 你知道吧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太感人 真的是 我跟你講這種演唱會 你真的沒有去現場感受一下 你不知道那種熱度 會到什麼程度 而且我下一波什麼 就是我朋友他們有私人飛機 下一次就包飛機過去了 都搶好了 然後準備那個布條 然後上面會不會唱歌詞 你知道嗎 唱啊 唱啊 唱這樣子 當然不是炫富 就是開心 遇到偶像 真的這樣子 好 另外我們覺得演唱會 回家的票 這搶票有道理 這個房地產也有黃牛 這個是什麼邏輯 景氣大好的時候 房子都是用搶的 其實跟大家報告一下 台灣也曾經有過這麼一段 大概在2012年2013年的時候 那個叫做搶紅丹 觀眾朋友有聽過 那紅丹怎麼搶 其實這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房地產的紀錄 一天幹掉300戶 那是以秒在計的 他這個怎麼賣 譬如說他這個操作方式 現在大概已經沒有了 但當時操作方式 譬如說怎麼賣 我是銷售公司 我先找燕利 燕利是個自住客 他其實是很想買房子的人 然後我去找投資客 這叫市聰 聰哥 好 我現在燕利 燕利現在很有興趣買 但排隊我 對不起 你是第二順位 都已經找了很多第二順位了 我找聰哥 後面有8個想買的 怎麼辦 戴帽子 這叫搶紅丹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聰哥一間 他就出10萬塊 但是一次可能是8間10間 80萬 100萬要下去 就是定金 定金 小定 小定 然後我找了8個10個這樣 燕利這樣對不對 我先告訴你 你當時看的時候是500萬 現在漲到550 我幫你殺個價520 OK對不對 那是不是多賺20萬 對 聰哥10萬 我10萬 OK 這個狀況什麼概念 一個月之內 百分之百投報 一個月之內就出手了 所以他找到第二手去找第一手 可是那要景氣好的時候 你找得到下一個手來接 所以這個問題就 高峰期大概只有三四個月 然後過了之後下場都很慘 但是你要反過來說 大概如果那時候紅單沒有賣掉 擺到現在大概六年 大概也漲三成了 也還不錯 所以房地產不要炒短 炒短的故事是不好的 OK 不過燕利好像要跟我們分享一個 600年家族的一個故事對不對 對 其實這是這個貝育民先生 剛往生 大家都覺得很遺憾 102歲一個建築師一生能夠得到的所有的榮譽 他都得到了 對 沒錯 而且他的三個兒子 其實也繼承他的一個儀博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不是貝育民自己的一個故事 其實貝家他其實他是蘇州的四大望族之一 而且這個就是望了600年 望了是15代 所以這個貝家真的是非常多的一個歷史可以談 600年是什麼概念 就是從元朝末年這個家族就開始了 對 當然他們有金融巨子 然後也有一些做布料的 沒有想到貝家居然跟這個黃牛黨有關係 但他們本身不是黃牛黨 因為貝家其實是很熱心公益活動的 這個鋪橋造路等等 我們要講故事的一個源頭 那貝一鳴先生他的爸爸叫做貝主儀 貝主儀先生他其實是前央行的總裁 他同時也是中國銀行的一個創辦人之一 所以其實他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地位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崇高 那問題是其實那個時候剛好 這個動亂剛結束 戰爭剛結束 那所以確實是有呈現一個物價飛漲的一個狀況 那時候的一個新政院院長宋子文先生 就跟這個貝主儀先生說 這個物價長得太誇張 民不聊生 大家都吃不飽 到底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來想辦法來解決一下 那那個時候貝主儀先生也想破頭 還沒有想到一個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法 那宋子文先生就說 這樣子吧 國庫裡頭不是很多黃金嗎 那個黃金很多 我們是不是乾脆把黃金釋出來之後 那民間他為了買黃金 他就會用一些貨幣 用一些線鈔或其他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標的去買黃金 那就會把這個貨幣的一個價值做進一步的一個壓抑的一個動作 換句話說那極有可能就帶動這個物價往下走 那這個是理想中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貝主儀先生聽了也覺得說 反正也沒試過就來試試看 結果在這個政策上路之前 因為親戚朋友吃飯 難免會聊天聊到這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政策 我們也來了 那一次釋放的是多少黃金 對 其實那一次本來是要釋放是高達850萬兩的一個黃金 那他其中一個親戚叫做 詹蓮森先生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就覺得 哇 肌鋪可失 只要我在這個釋放的過程當中 我第一時間把大筆的黃金拿到囤貨 那我自己就可以翻了好幾番 而且你是第一輪拿的 你拿到的是官價 對 沒錯 拿到的是最底價 所以這個詹蓮森先生他一口氣就拿了120萬兩的一個黃金 而且經過了這樣子的不停的一個套利之後 他因此是大賺高達4到5倍之間 那所以大家這個事情後來是東窗事發 那包括這個詹蓮森先生他後來就是被關了 然後也因此拖累了詹蓮森先生 那就是有一些這個解質的一些狀況發生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遠古時代的一個黃牛黨 對 是 不過坦白講貝加是傳15代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蘇州一個非常有名的圓林叫獅子林 原來是他們家的後花園 其實看到貝加的這樣子的一個歷史 就難免就會想到這個紅樓夢裡面 抄檢大官員的時候 朝鮮經在紅樓夢裡面就寫了 他說像這樣的大族 大家族 外面的人要殺進來一時半回是殺不死的 所謂百族之蟲死而不僵 除非自己裡面的人自殺自滅 才會最後蕩然無存 另外我們問一下 黃牛這麼多 我們要怎麼樣的來防範黃牛 對 事實上有一個黨是一直都沒辦法消滅 那個黨叫做黃牛大 對 我們看到全世界都把黃牛 當成是一個全民公敵 然後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中國到現在其實他們在買票的時候 你要像我們台灣過去 我們買票還有所謂黃牛 現在很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他們都用實名制 實名制的話就是你 譬如說我要刷我的身分證之後 我才能夠買到我的票 而且那張票是屬於我的 他們用APP盯著你 而且他們有所謂監控系統 都可以盯著你 就是你 那你看 你想說 那後補的時候也是一樣 譬如說你去中國大陸買票的時候 你後補到的時候 他也都是直接用APP通知你 譬如說宇美的人 你是後補第一號 你已經買到票了 而且你就已經刷卡 這個過程中間 完全都跟黃牛無關 我跟你講在大陸 如果你的台報證掉了 你真的只能坐巴士 對 沒錯 高鐵 鐵路 機票 而且還有包含飯店 他都要實名制的登記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是有助於防堵黃牛 除了這個之外 像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很多演唱會 或是很多會場裡面 都會有黃牛 那他們怎麼做 他們就說 他們在外面調查 調查說假設這個票 他們已經確認 是被黃牛買走的時候 他就不讓你進去 你看 你可以看到那個照片上面 直接在位子上面 又貼無效席 就是說這個席位是無效的 因為那個已經被黃牛買走了 他們就直接給你封鎖 不讓你去 那不只這樣 你看在以色列 以色列甚至還把這個黃牛 還有罪 你看囤票還有逃稅的話 他們2002年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說 你這個是類似是刑事犯罪 刑事是很重 可能要被入肩的這個情形 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像國外都有一些防堵的 這個黃牛的防法 譬如說我們知道 很多現在年輕人 很喜歡去買這個 潮牌鞋 譬如說像愛迪達 愛迪達他那個鞋子 每次要排隊的時候 我看到外面都好多人 你知道他們怎麼去防範這個 很多黃牛去買 或是很多代購 很簡單 他們現在用就是這樣 你要用信用卡來 你要出示你的信用卡 因為在國外辦信用卡 或許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國外他們學生 要辦信用卡都很難 甚至因為如果你 假設我今天要去 我請你代購 我信用卡交給你 你搞不好給我倒數 或是怎麼樣 這樣我心裡面 我也會比較不敢 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等於用這種方式 防堵了某些部分 除了這個之外你看 像美國 美國他們在Nike 還有一雙鞋 Nike Mars ER2 這雙鞋子也非常有名 他還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說好 你要買這種鞋 可以 你要買了之後 你要上課 上一個小時的課程 我才讓你買 對 才讓你買 因為我們這是限量鞋 你要這樣的話就要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在德國 德國也是一樣 他很多限量鞋 就是說你買了 你在我店裡面買了之後 不好意思 你要馬上把它拆開 拆開之後 而且你要馬上穿 穿得穿出去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通常 你沒有拆封 跟你已經穿上去的 價格差很多 大概八折到七折以上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 來防堵 黃牛又從中間 囤貨來賺這個 中間的價差 是 但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 不是黃牛 但是人家是 慧眼獨具 為什麼 看來沒價值東西 他就看出那個價值 所以那個老房子 我們買到都被拆掉 他買到都獨更 怎麼那麼厲害 再會回來告訴你 45年的老屋 脫手賺了多少錢 等著看吧 馬上回來